历功 历德 历延 所谓的三不朽 流传给后世 可是如果我们再把眼光 往远一点去看 这个世间沧海丧天 变化太大了 能不能保持永远呢 现在人都知道决定不可能 为什么呢 地球有毁灭的一天 太阳系也有崩溃的一天 你留下什么都是一场空 而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 那就不然 所以要想 真正获得不朽 那只有在大乘佛法里面 特别是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 我们这一生能好好地把这个事情办妥了 这才谈得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真正达到永垂不朽 可是这一段事情 有几个人相信 祝佛菩萨祖师大德 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 在这一段时间 小决定